来 我们连线给海外留美作家 这是名誉人士陈破空 来 波红兄 怎么样看今天的最新发展 我觉得蔡英文总统对法新社的谈话 符合当今的时代气氛和全球的气氛 这个气氛就是一方面 中国 红色中国在扩张 在渗透 在威胁和挑衅对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 那么另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觉醒 在反制和反击 那么台湾是其中之一 我们看到像澳大利亚 中共在那里明确的渗透 全方位的软实力巧实力和硬实力兼加 那么澳大利亚总理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 说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 那马来西亚人民是通过一场大选对中国说不 而对中国的资金和中国的经济控制也说不 那美国就更不用说是全方位的反制中国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澳大利亚都站起来了 马来西亚是硬起来了 越南都强起来了 那么相应的台湾也应该站起来 硬起来 强起来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总统的谈话 是体现了台湾的尊严 志气和骨气 因为这里边完全是对中共打压的一个回应和反制 可以说是忍不可忍的一个表现 而且蔡英文总统说的话 说是联合国际社会来反制中共反制中国 这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台湾作为一个价值联盟 作为文明事业的价值联盟 应该跟美国为首的文明事件站在一起 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反制 包括经济贸易的 还有军事的 地缘政治的全方位的反制 这已经是耽误自己和破绽美姐 而我们看到中共对台湾的渗透 是它对众多民主国家渗透的一部分 所以蔡英文说不仅仅是对台湾 事实上台湾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只不过中共是欺凌台湾 以大欺小 以强凌弱 所以对台湾尤其是咄咄逼人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台湾确实不能再沉默下去 我们看到的是澳大利亚全面的拒绝华为公司 那么越南的人民起来 哪怕是暴力抗争 都是拒绝中国的资金 那么在美国现在的贸易领域开辟的战场 还有在军事领域 最近美国国防部长在访问中国的同时 马上有航空母舰穿越南海 同时在发表一个他们的智库 在说明要吸收台湾参加军演 说这个我觉得蔡英文不仅是处于台湾的一个自卫反击 震荡反卫的一个说法 而且是国际社会协调行动 那么至于国台办 至于中共的国台办 马晓光这个说法 说是什么台湾 蔡英文在卸仰之中 中共自己在卸仰之中 他们在国际上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 包括要其他航空公司胁迫 来把台湾加上印加上中国的质仰 这本来就是卸仰之中的行为 另外对台湾这么的打压 但是对俄罗斯掠夺中国的领土 相当于150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44个台湾 他们根本不敢说一句话 还有对北朝鲜 北朝鲜的硬也好 软也好 北京都只能够去讨好 所以北京是真正的卸仰之中的一个政权 而且当他在指责蔡英文说是 让两岸分化越走越远的时候 中共恰恰是始作拥走 军机扰台 军舰扰台 然后是大量的对台湾的渗透 经济的收买 包括今天所提出来的大同公司这些事情 所以中共是这个噪音 而有因有果 那么台湾的反制是一个果 是一个后制效应 所以台湾的反制 我不说来得太晚 而且说是来得 应该说是相当的及时 我想台湾的这个2300万民众 应该团结在他的民选政府 民选政府 蔡英文政府的周围 对中共大声地对中共说不 硬起来 站起来 强起来 是 来 我请教是建议大哥 怎么看科文者的逻辑 他说力量不够大 跟人家大小生 不好 来 这个传导出什么的讯息 其实针对我们总统这次 对所谓的法新社来做一个说明的部分 其实非常的清楚 那中共在这几年当中 包含说 对我们台湾文攻武嚇 包含说海峡两岸论坛的部分 包括说来台湾吸收年轻人 当匪谍的问题 甚至于说国台办常常跟柯文哲两个 在唱双簧 那我们今天从柯文哲的角度 我个人认为 他是一个喜欢玩弄媒体的人 当然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说我们的力量不够大 来可能是会得罪对方 或者是说我们力量不够大 会自讨媒趣 可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我们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就算对方实力比我们强 要打架的话 他打我们10分 我们这局还他7分 但是你不能在这边自己说 我们的力量不够大等等的问题 我只能说柯文哲某部分 他是在操作媒体议题 那某部分好像又在表达说 蔡英文在两岸之间的问题 其实你给他听前因后果 前因后果就是说 我们受到中国的一些的不当的打压 希望未来中国可能在扩张 他们国际版图的前提之下 有很多国家会跟我们受到同样的问题 所以在这部分 他是希望可能各个国家 我们要集合力量 共同来谴责中共的这种不当的作为 当然前提 如果要跟习近平坐下来谈 其实为什么不能谈 因为台湾最主要的可贵是来自于民主 我们的言论自由 我们台湾的百姓两千三百多万人 希望旧有现有的情况 我们对中共的一个谴责 本来就要针对我们国家 我们的总统要对外来说明 当然习近平总比跟马英九当时候 在新加坡连一句话什么都不敢讲来的好吧 他现在最起码对国外的媒体说 我愿意跟习近平坐下来谈 但谈的内容搞不好就是跟他说 我们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甚至于说我们台湾 现在不应该受到你们种种的打压 你要给我们台湾本身一个尊重 其实这个部分不是坏事 所以柯文哲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他是见缝插针 甚至某部分他也好像说 他的能力不错 好像跟民主进步党又在示好 是不是还有机会跟民主进步党的合作 我觉得可能柯文哲市长 在这个部分 如果以市长的选举的里面来讲 不要想的民主进步党 绝对没有机会再跟你合作 那第二个问题 我必须要跟柯文哲讲 你要操作议题 要希望媒体焦点是铺出在你身上 我希望就你的市政问题 有本事讲你市政 有本事讲你选举 针对国家的高度 由元首对外的说明 不容许一个地方的市长 对外来批评一个总统的说法 台湾不是说一意言堂 但是我们现在共同的目标 是中共 中共对我们打压 不容许你跟中共来唱双簧 来打压我们自己 我觉得以台北市市民 包括全国的民众 柯文哲 你可以针对你的市政来批评 我们都虚心接受 针对中央目前的一些法规 可能你有你的想法 我们都给予一个支持 让你的建议的声音出来 但是针对总统对外 尤其国际媒体上面的一个说法 前因后果麻烦你看清楚 希望你不要断章取运 甚至于说自我的感觉良好的去批评批斗 我觉得这样才是符合一个市长的一个格调 是 来 这个姚老师 所以不谈施政 这时候奉出一段话 意味着台湾什么都不能够说 不管是军机军舰绕台 不管在国际间怎么去欺凌某 不管我们都知道了 这种渗透组织 国台办的资金 包括统战部门的资金都正在查了 我们都不能连大小生的权益都没有 麻烦雅老师怎么看 蔡英文说要联合世界上的民主国家 要防备中国的各种扩张霸权的想法跟渗透 柯文哲却居然回 国家实力太小 大小生会被笑话 这句话他步入了三个最基本的认知上的错误 第一个 中国是不是现在真的是在世界上扩张 在渗透 这是一个事实 不但是欧美先进民主国家 澳洲 日本都提出过警告 美国的国会多数参议员都提出警告 这是一个事实 柯文哲居然针对这个事实 好像加以否认 这是一个认知上的错误 第二个就是台湾深受其害 蔡英文来呼吁 当然有维护台湾主权的意义 当然有维护台湾尊严的意义 而柯文哲回不要大小生 是完全站在中国的立场 站在国台办的立场 也就是说 好像我们只能因为他大 我们太小 我们好怕怕 所以我们就应该要小生 所以我们就根本不能够说任何的反话 这是臣服主义 这是对于我们台湾基本尊严的一个自我践踏 台湾不需要因为中国大 我们就没有主张 台湾也不需要中国大 我们就丧失 我们要去抵抗它扩张的意图 它扩张渗透 已经到台湾深入到各行各业 它已经明目张胆地尝试用它的影响力 来抵制我们国家生存的基础 不让我们在国际上有活动的空间 在内部渗透我们各个角落 这个我们当然必须要出声反对 我们必须要告诉全世界各友好国家 民主制度同样有价值的国家 我们要要求大家联合一致 来注意中国这种扩张主义 这是何其正确的 柯P这种说法 是不但是自我臣服在中国之下 好像任何中国大 我们一切台湾都要听命 这种对于自我矮化 自我尊严的上师是不可取的